日本台湾商业联合总会总会长林玉玲 率领成员至县府拜访县长林明娟 林县长除了表示欢迎 也希望未来能加强双方的互动交流 透过日本台湾商业联合总会的平台 行销宣传提升南投在日本的殖民度 日本台商会成员回台湾到南投观光旅游 并立府拜会县长 林县长表示 南流县以发展观光大县为主 除了追眠日月潭 西头等景点之外 宣传努力开拓更多特色景点 希望吸引更多游客来访 也希望日本台商会将美好的回忆带回日本 广为宣传 并邀请更多日本朋友来南投旅游 日本台商联合总会到县政府来拜会 我们跟日本台商方面 我们要多交流多联续 希望透过我们日本台商 总会来给我们南投县 多做观光融业的一个行销 促进我们台商跟我们县政府的密切关系 都鼓励日本观光客到我们南投来观光 因为他们也都非常喜爱我们南投县 尤其我们台商总会成员有三十位 昨天也到我们清静去参观 去旅游 对清静也都非常的欣赏 所以我们希望未来都能够跟日本台商总会 都密切的联系 都交流 让我们的观光产业能够在日本 知名度能够继续地提高 欢迎日本 百姓都能够到台湾来做旅游 总会长林玉玲哲指出 透过台商会的局中牵线 南投今年与日本前夜线开始有互动往来 这是大家所乐见的 相信透过所有台商的力量和推广 不论在观光旅游或是农业 产业方面的交流 并能够让南投曝光度提高 我们对南投的印象非常好 因为百文不如一见 众所守之 我们台湾都知道 南投的观光是第一名 很好 因为这次三天两夜 我们只有到清静农场 也让我们感受到清静农场的美 那日本来台湾的人观光客也很多 让我们甚至也可以把我们南投 好山好水好人情 经过我们在台湾的侨民 会跟日本一个观光交流 会中有多位成员建议县府 可透过官方管道 自行编列或申请中央清费 多到日本做宣传行销 另外也建议提供联系窗口 方便日本民间观光旅游乐者 接下来南投做深度旅游等事宜 相信透过民间与政府的合作 并能够达到相互交流和行销的目的 我们在我们在 我们在